事实上只有在公共社交场域 年度优秀传播案例 他们是跟着丁针探乡村 做公益一花一好事画梦计划 以及今蓝色行动正能量立志学子追梦计划 我们接下来 所以我和李爱其实都是作为传媒人 没错 所以我们非常了解传播对于一个事业来多的人 帮助更多的人一样更多的人了解 让我们中国人喜欢 好 尤其我们的颁奖嘉宾和获奖机构代表 共同和与刘涅 嘉宾也再一次祝贺并感谢所有的获奖机构代表 谢谢 谢谢 请啰嗦稍事休息 谢谢 其实我们在获奖代表里看到了丁针 是的 一会我们丁针还会有非常精彩的表演 没有 说说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年轻人 刚才我说surprise 他叫什么 丁针 没错 是的 几年前他以清澈的眼神迅速地火上了热搜 之后呢他自己一步一个脚印 通过自己的努力带动更多的人来关注家乡的建设 来关注环保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好像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丁针的全名对不对 那我们需要隆重一些 有请 四川文化旅游宣传推广大使 藏族男歌手丁针珍珠 为我们带来天空下的温暖 掌声有请吧 爱的路 忽然之间默默的听懂 不再留恋某人追逐远的梦 那喜欢是荒荡的礼物 吹开了迷雾 宇宙心中变化时空 生命的旅途 信念的夜幕感动自如 Zither Harp 城市的人们在崩荒中牵强 漂浮的思绪不再明昊 走过了黄昏路那雪又深 不记得了某个地方 崭新的走 内心不再落寞 生命的温度 跨越了天空下的温度 沉睡的人们在彭徨中牵强 漂浮的思绪不再明昊 走过了黄昏路那雪又深 不记得了某个地方 崭新的自我 内心不再落寞 生命的温度 跨越了天空下的温度 生命的温度 跨越了天空下的温度 世人们在程中牵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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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